平时上街 给人家撞山已经不怕了 最怕的是你的衣服 并一台车撞色了 谁受得了啊 这台就是广汽本田新进发布的 ECRV自载了 这台车呢 它定位应该算是一台紧凑级的SUV 它的定位呢 其实是在宾质和浩瓶之间 我猜一下价格 大概可能会在15到18万这样的一个区间 那么这个价格的消费者人群呢 其实是非常敏感的 他们又要一台车尺寸足够大 但是又不要太大 而且呢 你的内饰要足够的精致 噱头也要够多才行 所以呢 这台自载 它的定位就是一台精致型的紧凑级SUV 其实你看一下 它的这些小小的设计啊 包括了黑色的这些镀隔 还有它的这个车灯 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表现着它往精致方向走的一个方向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低柱的设计呢 它低柱的设计呢 其实是跟轿跑的SUV是非常的接近的 但是呢 它又不像其他的轿跑SUV那样子呢 又一个很快倾斜的一个车顶 同样呢 这样子能够保证了 它有比较好的头部空间 同时呢 也有一个更加凌厉的一个造型的设计 那么这些消费者会喜欢吗 那我自己肯定是觉得非常好的 不过呢 在车顶上如果往去本田 再加一条 啊 行李架的话呢 整个造型 整个的车的体态呢 会展现得更加的好 那么这台车的尺寸呢 它其实仅仅比浩尹 小了那么一点点 那么大家也会关心 它的后排空间 会是怎么样 会不会比冰智更加好呢 打开车门看一下嘛 这么简单的事情是不是 本田呢 有个传家宝 叫做MM空间 就是空间最大化 机械最小化 就是让机械尽量不侵占 常做的这种空间 还有实用的空间 所以呢 我们坐在这台自载里面 它的头部空间 做得非常好 而且呢 也因为它能够给到 我们的这个H点 是比较低的 所以呢 头部空间来说 对于我来说呢 是完全够的 还有一拳多的这样的一个头部空间 但是如果你是更加高的朋友的话呢 那可能感觉稍微有点压抑 不过没有关系 有个全景天窗 放在这里 没有发觉到 有一些是本田以前没有东西 就是它的这个用的配色呢 以前的本田配色 要不就是黑 要不就是用浅色的 但是现在 它给到我们的是 类似于变色龙的 这样一个皮革的配色 我一打开这个车门 真的是吓了一跳 哇 原来本田的自己是终于的美感都回来了 除此之外 包括了这个 隔山式的空调的出风口 还有这种悬浮式的中控大屏 这些小的东西 你都会感觉到这台自在 它的一些定位上 是更加的精细化的 精致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全液晶的仪表 那么还有本田祖传的他们这种小直径的方向盘 有很多熟悉的东西 就有很多很陌生的 但是让你惊喜的东西放在这里了 有一个镂空式的这样一个马鞍座 那么为什么不像浩尹啊 或者是灌道那样子 做那种按键式的电子换挡的机构呢 除了本身的自在 它需要一些仪式感的东西之外呢 我相信还好就是海外版的车型 它其实是配备手动挡的 所以呢 保留着这种传统的 挡法式的马鞍座呢 会让它的适配来得更加好 但是呢 本田的工程师是在这里放下了不少的储物空间的 除了我们这个马鞍座 还有这边的杯架之外呢 我们的门板上的这些储物格 都是足够的完全超过我们的这种使用 需求的那些小的东西 想放哪里 你随手都能够找到东西放 但是呢 我还发现了一些本田的工程师的 用心的一些细节啊 就是在窗户的控制的这一块 因为呢 很多长型车 中型车的话呢 它的窗户控制呢 就是刚好一个坑位 你手指能够放进去 本田就专门给做了一个更大的开口 让我们手指放进去的时候呢 这定位呢 能够更加好 这种设计一眼看上去 好像其他车都是这样子 但是就是一些细节上面 就能够表现出 他们工程师的一些用心的细节所在了 那么这台车呢 它配备的是1.5T的发动机 尾标上写的是R40 那么我是不是能够大胆的去猜一下 它配备的这台1.5T的VTi发动机 其实是跟贯道还有雅阁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底盘了 它后悬挂用的是多连杆 这个升级呢 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瘦弱的 毕竟一台更加舒适操控更加好的本贫 谁会拒绝呢 广本呢给自在的中控屏呢 加入了很多的功能 而且呢 它的互联网化的这种趋势呢 是非常明显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有实体键的按钮 包括了音响 还有它的空调都是用实体键的 这是非常方便我们忙操作 不过呢 在底面的话包括了制导互联 还有呢 像是它的这个BOSE的12个音响 12个喇叭的这个音响系统呢 都是让这台车的这种精致化的固质 卖得更大了一点 还有这个全液晶的仪表 你看这些细致的东西 是不是让这台车变得更加精致呢 自在 这两个自在粤语的语境里面 其实是非常哲学的 我们都会说男儿自在四方 但是广东人呢 又说我们不自在 随便 whatever 那么这台自在 它有了很多本田很精致的东西 包括它的MN空间 它的VTEC的动力 还有它那个内饰 你说它够不够精致 你说它的这个外观精不精致 所以这个曲名 我觉得真的是广本 可以啊 你这个曲名非常不错 那么它有了本田 这些自己出名的精致的东西 这个尺寸的紧臭级的SUV 卖18万 你觉得OK吗